今天我很荣幸地能够跟大家讲这篇的信息 是从诗篇第二十篇第一节到第九节 我叫这篇诗篇叫做《我们的呼求》 想先跟大家讲一个故事 一个多礼拜以前 我们刚刚过了美国的感恩节 我之前上个礼拜读了一些东西 然后发现原来感恩节的由来 不是那么一个简单的事情 在1863年的时候 有一个女士叫做Sarah Hill 她那一年74岁 然后她写了一封信给当年的总统 叫做Abraham Lincoln 她写了这个Lincoln总统跟她说 总统可不可以请你把感恩节这一天的节日 变成一个national的一个holiday 变成一个国家的一个节日 为什么呢 因为在那个时候 每一个州都有自己的感恩节 每一个州想要celebrate 想要庆祝感恩节的时候都不一样 所以如果你喜欢感恩节的话 你过完这一个节的时候 你可以开车到下一个州 你可以再去过一次也都可以 所以她写了一封信给林肯总统 说你可不可以把变成国家一年 就这一天全部人都一起来celebrate感恩节 听起来很像一个很好的一个主意 可是问题是1863年 如果你晓得历史的话 其实这是非常的困难 因为当时美国正在一个南北战争的一个时候 没有人南国跟北国这边 其他不同的州有不同的看法 不同的意见 怎么可能在这个时候 会想要有一个共识 一起来celebrate Thanksgiving 而且在这个时候 才刚刚发生的Battle of Gettysburg 这个美国最历史以来 死亡最多人的一个战役 怎么会在这个时候 有这样的一个建议 怎么可能达成呢 可是当林肯总统 接到这封信之后 五天以后 五天以后 他就propose 他就建议了国会 要把这个东西 感恩节变成一年一次的一个national holiday 我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 有时候我在想 怎么可能 如果今天我是一个74岁的一个老太太 我写这封信要寄给总统 我觉得他怎么可能会接收到这封信 他怎么可能会看到这封信 怎么可能采纳我的意见 我不觉得我是一个身份 是一个更够重要的一个人 好像有时候我们的祷告 就像这个样子一样 好像就对着一扇门 一个关的一扇门 在请求一样 然后这扇门从来都没有打开 也没有人在回应 有时候我们在怀疑说 我们的祷告 上帝你是否有听到我们的祷告 如果说今天你是一个信 耶稣已经很久的一个人 或者是说可能你今天都还不认识 耶稣是谁的话 其实祷告对我们来说 真的是一个考验 真的有人听吗 真的有人听到吗 真的有人会回应吗 还是就像对着一个关上的一个门 在呼求一样 今天我们的经文 是诗篇第二诗篇一到九节 我想要先给大家看一下 这整个诗篇 因为总共只有九节 它的结构是什么样子 我用了三个不同的颜色 来区分一下 前面五节是一个段落 中间一节是一个段落 最后的三节又是另外一个段落 所以在这个三个不同的段落里面 我也把它分成了三个不同的重点 第一点 我们会讲到说代祷者 身为一个代祷者 我们的身份是何等的重要 第二个我们会讲到说 一个带着期盼的祷告 是必须的 第三个我们会讲到说 一个尊主为大的生命 是神所喜悦的 好不好 如果说今天你有你的圣经的话 我邀请你打开到诗篇二十篇 第一到第九节 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 诗篇二十篇 第一节到第九节 愿耶和华在你患难的日子映云你 愿名为雅各神的高举你 愿他从圣所帮救助你 从西安兼顾你 纪念你一切的贡献 愿纳你的繁迹 将你心所愿地赐给你 成就你的一切筹算 我们要因你的救恩夸胜 要奉我们神的名 疏离旌旗 愿耶和华成就你 一切所求的 到下一个段落 现在我知道耶和华 救护他的受高者 必从他圣天上应允他 用右手的能力来救护他 再到下一个段落 有人靠车 有人靠马 但我们要提耶和华 我们神的名 他们都屈身辅导 我们却起来立的正直 求耶和华施行拯救 我们呼求的时候 愿亡应允我们 我们现在看今天的第一点 代祷者的身份是何等的重要 当我们看到第一段 第一个部分的时候 前面的五节 我们看到了不同的 在这里的文法 他的口气 他的语气 是用一个请求的语气 愿 愿 愿 总共讲到八次 用八次这样的语气 愿耶和华 你在患难的日子 你来帮助我们的王 你来应允他 愿耶和华 你从西安上 你从你的圣所来帮助 愿 愿 你来纪念 我们王的一切的贡献 一切的繁祭 愿上帝啊 你 愿这个王 你心所愿的 都要赐给你 成就你一切的筹算 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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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这些以色列人 要为这个王来恳求呢 来做这样子的一个祷告呢 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 有时候这个是我们觉得说 很困难了解的一件事情 因为 为什么我们要这么迫切的为我们的王 为什么以色列人为这么迫切的 为这个大卫王来做这样的一个祷告 好不好 我用一个小的故事 因为这篇的经文 就是发生于 在大卫王准备要出去征战之前 所做的一个这样的祷告 他带领他的民众做了一个这样的祷告 我用另外一个故事 可能会解释得更好 在 撒末尔记下 二十四章 这边讲到的一个故事 也是讲到说 大卫王准备要出去征战 接着这样一个时候 这个时候呢 上帝要来考验大卫王一下 他跟大卫王说 大卫啊 你准备要出去征战了 所以你可以先看一下 先做一个人口普查 你先看看自己国里面有多少的军人 然后你看看敌方那边有多少的军人 你可以来比较一下 大卫就叫他的这个General可以过来这样子 然后呢跟他说 今天上帝告诉我这样子 所以你要去做一下这个人口普查一下 算一下我们两边军方到底是有多少人 可是他的将军转过来跟他说 王啊 你确定吗 你确定真的要这个样子做 我不觉得你需要 因为不管王你所求的 上帝都会加倍的增添给你 不管你今天人够不够 士兵够不够 王 我们的天父都会加添给你的 可是王说 doesn't matter just do it 你就是去算就是了 所以他今天这个王 就这个将军就出去了 花了九个多月的时间 就开始在自己的国跟别人的国 然后来算了一下 到底我们有多少的军人 他算了以后呢 不好了 发现自己的国少了三十万 他就回来告诉大卫说 王啊 不好意思 我算了之后 我们国竟然少了三十万 这个时候大卫realize一件事情 啊 完了 完了 我不应该这个样子的 我不应该这样子 我做错了一件事 我竟然把我的信心 放在statistic 放在这个number 放在这个数字上面 而不是我的信心 放在我的神的身上 这个时候 他知道他做错了这样的事情 上帝就派遣了一个先知 过来跟他说话 这个先知跟他说 大卫啊 你做错了 现在上帝给你三个选择 看你要怎么选 第一 第一个选择 是你会有三年 你的国里面 会有三年的饥荒 第二 你的国 不是你的国 而是你 自己 会遭受到敌人的追赶 三个月 第三个 是你这个国里面 会有三天的pandemic 就像covid-19一样 这三个里面呢 你要选哪一个 大卫想了想 他说 上帝是有怜悯 是有慈爱的 他应该不会太狠 所以不管我选哪一个 应该都还好 可是呢 我真的不想 被我的敌人追赶 所以我就选 Door number three 所以就三天就好 三天的瘟疫 应该不会太惨 所以上帝呢 接下来一天里面 就用这个瘟疫 一天里面 在他的城中 就死了七万人 一天死了七万 严重到一种程度 上帝都觉得说 算了算了 天使 Stop 不要再像 不要再像下去了 大卫自己也realize 我又做错了一件事 我之前已经犯错了 我现在又错了 上帝啊 求你停吧 让这些民中的百姓 这些的人 他们都是无故 他们没有做错 任何的事情 可是今天做错的是我 今天你要罚 你要惩罚 就罚我跟我的家就好了 今天为什么 我要跟大家讲这个故事 今天在大卫城中 这些子民 他们有做错任何事情吗 没有 可是问题是 为什么受罚的是他们 为什么 遭受到波及的 也是他们 因为 这个王 跟他的子民 他们的关系 是何等的密切 是何等的密切 今天不仅 王 他的做错 他的犯罪 也会影响到 底下的子民 今天如果一个王 是按着神心意的话 那他底下的子民 也会得到恩典 有时候我觉得 很好笑 很奇怪 这个好像跟我们现在 我们人的观念 完全不一样 我们觉得说信仰 宗教信仰 是我们个人的自由 怎么跟人家 有任何的关系 跟我的王 跟我的总统 跟我们教会的牧师 有任何关系吗 No 今天信仰是我自己的 因为当我从信 耶稣基督的第一天 的那一个moment开始 人家就问我一句话 就说 你愿不愿意 来接受耶稣 成为你个人的救主 这是我个人的信仰 跟我的王 跟我的国家 跟其他的弟兄姐妹 没有任何的关系 可是今天我们 从这个经文里面 看到说原来大卫王 身为一个国家的领袖 你不仅只是 带着你的群众 来征战而已 今天你不仅仅只是 站着来冲经济 来带领一个国家的 这个角色而已 而是今天你是一个 属灵的一个领袖 今天你是一个 神所立的一个 属灵的领袖 今天你有没有follow 跟上帝有一个美好的关系 跟上帝有一个美好的关系 直接影响到底下 你的百姓 你的群众们 如果说今天我们住在 大卫的城里面 如果我们今天是属于他的 底下的这些 以色列的一部分的话 你会不会很迫切的 来为他祷告 王你要出去征战了 你一定要赢 愿上帝来祝福你 王愿意你每一天的生活 都按着神的心意 你会不会为着你的王 来做这样子祷告 一定会的 一定会的 因为他的心 他跟神 有没有连上关系 会直接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 go in a little bit deeper 为什么大卫王 今天请问是谁 写这篇的诗篇呢 我们看到20篇 开始这篇就讲到说 是大卫写的这篇诗篇 为什么他会写这样的话语 因为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时候 我觉得说 哇 你这个人 怎么这么自我为中心 你这个人怎么 好像非常self-serving 因为你要你的群众 来为你祷告 让你来成就 你心里想要成就 的一切事情 我今天我想要什么 Please pray for me 为我来祷告 让我能成就 让我get what I want 我觉得哇 你这个人 实在是自我为中心 一个人 可是问题是 当我们仔细看这个经文的时候 我们发现 其实大卫 在写这篇诗篇的时候 他的用意不是这个样子 他今天写这篇诗篇 因为他知道 我身为一国之君 我虽然是这个国家的王 我有全部整个国家的resource 我有全部military的power 可是我需要的是什么 我需要的是你 为我祷告 我需要的是你们的祷告 今天代祷者的身份 是何等何等的重要 even一个一国之君 他都需要底下代祷者 为他的祷告 我们继续来看第二点 带着一个期盼的祷告 是必须的 带着一个期盼的祷告 是必须的 当我们来到第六节的 这边的时候 整个口气就换了 整个文法这边也换了 他说这边讲到说 现在我知道 现在我就知道 知道什么呢 耶和华必救护 他的受高者 现在我就知道 他必从圣天上来应允他 大家必从他的右手的能力 来救护他 现在我就知道了 How do they know 今天这篇的诗篇 好像是一首情歌 一首对唱的情歌 前面的五节 是以色列人来唱给 这个大卫王来听 接下来这一节 是一个大卫王给他们的一个回应 可能是大卫王对他们回应 可能是祭司 可能是立位人给他的一个回应 给这些民众的一个回应 可是为什么他们这里写到说 现在我知道 How do they know 这边的语气整个换了 是用一个 他完全清清楚楚的知道 的一个口气 他已经有这样子一个assurance 因为他曾经有这样子的一个经历 我们来看一下 为他是怎么样知道的 今天大卫王或是祭司 或是这些以色列 他能够知道 耶和华必来救护他的受高者 他必从他的圣天来应允他 他必从他右手的能力来救护他 他们知道是为什么 是因为前面五节 他们已经为他的王来祷告过了 他们有这样子的一个confidence 这样子的一个assurance 因为我已经为王来祷告过了 所以我知道 我们祷告的事情之后 必定会成就 不仅仅他已经祷告过了 而且从他背后 从过去以往的经验 他们深刻的知道 上帝你必定来deliver 必定来拯救我们的王 今天大卫他自己 有这样子的一个confidence 这样的一个assurance 他知道 上帝你必定会拯救我 当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 当大卫王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 你是如何的爱我 你是如何的保护我 我怎么样打这个巨人十尺高的歌利亚 我怎么样跟他来征战 我怎么样成为一个王 我怎么样 当我成为王之后 我怎么样 我怎么样脱离 我之前的那个王的追杀 上帝你一步一步都deliver 都来帮助我 当我成为一个王的时候 我如何带我底下的群众 出去来征战 你每一步路上 你都在带领我 所以我知道 that's how I know 上帝你必定救护你的受告者 今天第三段 口气又变了 一个对唱的一首情歌一样 民众开始 大卫接着 之后现在又回到这个民众 大卫带着民众这里说到说 有人靠车 有人靠马 但是我们要提耶和华 我们要提耶和华 他 我 我们神的名 我们都屈身扑倒 可是 他们都屈身扑倒 可是我们却要站起来 立的正直 求耶和华 事情拯救 我们呼出了受 愿望来应允我们 有人是做这样的事情 但是我们 做不同的事情 他们都是做这样的事情 可是我们跟他们不一样 今天 我们是跟人不一样的 今天大卫王 由神所立的这一个王 是跟其他的国家 是不一样的 没有用车 没有用马 绝对的 在大卫王那个时候 是一个disadvantage 是一个很不利的一个光景 犹太国他们一直等到 下面一个王 他的儿子之后 才开始慢慢 越来越普遍的 用这个车 用这个马 可是当大卫在写这个经文的时候 写这篇的时候 他这边想到 有别人 别的国家 已经要用些车 用这些马来征战 可是问题是我们 我们不靠这些东西 我们靠的是什么 我们靠的是 高举我们耶和华神的名 我们高举的是 耶和华神的名 有时候我们觉得说 好像今天一个国王 你能够留在office里面 你能够称王 今天一个总统 能够继续留在office里面 他是完全决定于 他是不是一个popular 是不是一个群众 喜欢爱戴的一个王 我们觉得说 如果说经济好的话 这个王就会继续留在那边 如果social 有这个stability的时候 我们国家安稳 安定的时候 他就能够继续做王 可是今天不是这个样子的 今天一个王 能不能持续留在他的位置上 是在于他的心 是不是向着耶和华 他是不是尊主为大的一个生命 今天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生命是一个尊主为大的生命吗 我们刚刚从 刚刚的例子看到说 其实大卫王 他也是有犯错的时候 他靠着自己 觉得说这个number比较重要 他觉得说我的兵少 所以我一定打不过 他也是犯错过 有时候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好像躲在这个number后面 我们躲在自己的一些 觉得说重要的一些东西里面 可是我们没有看到 因为如果说我们不follow这些东西 我们不在乎这些东西的话 我们就处于一个劣势 我们不被人家喜欢 我们就是一个outcast一样 被人家丢在一旁的 我们的宗教的信仰 不被人家重视 反而人家觉得说 我们都是一群 以自我为中心 不接纳别人的 这群宗教的狂热者 尽管处在一个劣势当中 可是我们还是要活出 一个尊主为大的一个生命 今天我讲完的这三点 可是我们如何来应用在我们的身上 我想要分享一些我的故事 分享一下我的一些过去的一些经验 这样子也会让弟兄姐妹了解到 为什么今天我会选择这篇的经文 然后来分享给大家 我的期望是如何 我是一个21年以前 家里面移民过来 来到休斯顿这个地方 一来这边的时候 我们家就开始在这个地方 开始聚会 在过去这21年当中 我有非常非常多的memory 在这个教会里面 从就在我站的这个地方 我就是在后面这个池子里面 来受洗的 大概将近20年以前 在Building 1里面受洗 之后呢 我是在对面的Building 2 这边来结婚的 过去的10年当中 我是在Building 3 这边来工作 我觉得这个教会就是我的家 我觉得我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 这个环境里面 我特别特别感受到 这个家给我的爱 十多年以前 我是一个教会 支持的一个神学生 在芝加哥来读书 过了10年之后 我跟我的全家 即将会是一个教会 所支持的 准备出去外面的一个宣教士 为什么今天我会选择这样的一个经文 我觉得说 我知道我们家 在接下来几个月 就会出到外面 进入到宣教的工厂 如果说我有一个机会 今天我有一个最后的机会 能够来分享一个信息 我会用什么样的信息 来提醒我们的弟兄姐妹 来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 今天这个诗篇 诗篇20篇 我们的呼求 就是我想要 来告诉弟兄姐妹 为什么 我想要带领的大家 来为我们的教会 为我们的家 来呼求 我们一点一点的 来apply 来应用到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刚刚第一点讲到说 一个带导者的身份 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身份 为什么是一个重要的身份呢 今天 我希望 我们能够为我们的教会 为我们的家人 为我们教会 的这些领袖 来祷告 为什么我觉得 是一个重要的东西 我们今天看到了 Even大卫王 大卫王自己本身 虽然是一国之军 可是他今天 为什么写这篇 因为他知道 他体验到 我根本没办法 做什么东西 今天我需要的是 你们的祷告 今天我需要的是 你们的祷告 今天我们教会的领袖 教会的主任牧师 教会的教务同工 我们的长职 我们的执事们 他们需要的是什么 他需要的是 我们的祷告 因为我们的祷告 是何等的重要 今天 有人可能会说到 前面讲到说 第四节这边 愿你的心所愿的 都赐给你 成就你一切筹算的 好像我们如果说 我们为着 我们的领袖来祷告 上帝啊 不论他们想要什么 就勾给他们吧 不是这个样子的 不是这个样子的 今天我们的目的 是要来为我们的 这些教会 为我们的长职 为我们的领袖来祷告 可是今天上帝 会不会应允他们 上帝会不会来 听这个祷告 来应允我们的祷告 是在于说 今天 他的心 有没有连 跟耶和华来连上 因为第四节 这边的原文 其实讲到说 他没有这个 所愿的这个字 他这边讲到的是 将你心 赐给你 将你的心 赐给你 意思就是说 你的心 是怎么样的 我就赐给你 多少 如果你的心 是爱我的 是跟我连结的话 那我就要大大的 祝福你 赐福给你 可是如果你今天 那个心 是跟我们 没有任何的关系 你不爱耶和华 的话 那我也不会 给你任何的东西 今天我们 福辩中国教会 我们是一个 什么样的教会 今天我们是一个 爱主的教会 今天我在过去 十年里面 或甚至是在 过去二十年里面 在这个成长的环境里面 我认识太多的 弟兄姐妹 真的是有这样的 一个爱心 有这样的一个 渴慕的心 就是要把福音 遍传到万地 就像我一样 在这个教会里面 我是从一个高中生 就在这边长大 从这边高中生 就在这边开始服事 我愿意 我们弟兄姐妹 不管说你今天 信主了多久 不管你今天 来到我们教会 来到了多久 我愿意你真的是看到 教会我们的牧者 我们的领袖 他们是何等的需要 被我们的祷告 来拖住的 他们是需要 你和我的祷告 当我们祷告的时候 我们也期盼 我们带着一个 渴慕的心 我们知道上帝 你必定来成就 其实这是一句 很难的一个话 因为在这个 pandemic当中 尤其在这个 我们已经 都已经快 快要一年 过去 等到我们教会 能够实体 回到这边 教会来聚会的时候 可能都已经 超过一年了 在这样子一个 光景里面 我们的工作 我们的家人 很多的事情 都受到影响 可是我们是否 有带着一个期盼 知道上帝 会听我们的祷告 会应允我们祷告 的这样子的一个态度 来到他的面前 当我们不确定的时候 尤其在这个 election之后 在这个大选 总统大选之后 我们知道 在这个国家里面 有很多的分裂 甚至在我们的教会里面 都有很多不同的意见 我们在这样子一个 光景里面 我们是如何 的来祷告 我们带着一个 迫切的心 我们带着一个信心 我们带着一个 有盼望 期待的心 来到主耶稣面前 愿意你来听 我们的祷告 愿意你自己的灵 来到我们的当中 来使我们 有一个合一的教会 使我们有一个 合一的一个家庭 我们之前看到说 为什么这些 以色列人 为什么大卫王 他们这么sure 上帝一定 就会来deliver他们 上帝会来拯救他们 因为他们往后看 他们看到上帝 过去是如何的 来带领他们 当我们今天不确定 接下来的光景 是如何的时候 我们不确定 financially 会是什么样子的时候 我们不确定 教会的光景 我们未来的工作 我们未来的家庭 我们的青少年 我们的孩子 在这个pandemic之后 他们的心理的受创 我们所miss out的东西 我们不确定 任何东西的时候 我们要看什么 我们可以往后看 我们来看看 上帝是如何的 来带领我们 我们看看上帝如何 在二十多年以前 他如何在这个地方 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环境 我们在这里来破土 来建立教会 来传扬福音 我们要看到过去 上帝你是如何来带领我们 当你不确定的时候 当遇到困境苦难的时候 我们想到过去 在2008年 这个economic recession的时候 经济萧条的时候 当弟兄姐妹工作失去的时候 当教会finance不好的时候 上帝你是如何来拯救我们 上帝你是如何来拯救我们 三年以前 harvey hurricane的时候 上帝你是如何来帮助 我们的教会 当我们不确定 未来的时候 我们怎么办 我们往后面看 我们去数算 上帝的恩典 刚刚我们讲到说 一个尊主 伟大的一个生命 是一个神所喜悦的生命 什么样是一个 尊主伟大的一个生命 我们如何来活出 一个尊主伟大的生命 今天上帝 你的心意是什么 上帝你想要我们做什么 上帝你自己要在 伏辩中国教会 成就的是什么东西 这不是一个trick question 这不是要考验大家 而是今天在圣经里面 白纸黑字 想得非常的明白 今天上帝的心意是什么 今天上帝的心意 是要你们要去 去 去 去使万民来做他的门徒 你们要去 是要使万民来做他的门徒 今天上帝要的是 能够来拯救这些 这些每一个人的心 拯救他们的灵魂 今天这是我们的目的 今天是我们 伏辩中国教会存在的目的 存在的意义 我们就是要去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做上帝的门徒 我们怎么样能够practically 能够apply 应用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可以来做些什么事情 之前我们讲到这个 明年年初 会有这个福音的布道会 我想邀请弟兄姐妹 这个福音的布道会重要 可是在这个布道会开始之前 更重要的是什么 是我们在这个上面的祷告 我们是否愿意 我们今天看到有弟兄姐妹 心里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需要 他们需要福音 因为我们没办法解决太多的事情 在这个pandemic里面 我们没有认识 不晓得该怎么办 在这个losing job的时候 我们不晓得该怎么办 可是我们知道 我们今天可以做的是什么 我们可以献上这个祷告的代价 我们知道人的心 在这个时候还是一样的需要 甚至更需要耶稣基督 让我们 你现在如果有phone的话 你就scan这个barcode 你可以等一下就马上来报名 我愿意付上这个代价 为这个布道会来献上祷告 在接下来一百天 十二月十一号开始之后 我们就是要来为这个事情来祷告 我们要为这个聚会来祷告 我们要为这些的失散的灵魂 甚至有些人我们还不确定 我们要如何邀请 我们不晓得他们会不会来接受 我们要为他们来祷告 我们要为他们来祷告 今天 一开始我们讲到说 一个七十四岁的一个老太太 她写了这封信给林肯总统 她不确定林肯会不会收到这封信 她不确定她的意见 会不会接受到采纳 可是她就写了这封信 如果说她今天可以写这封信 你看看 然后听到的这封信的人 是一国之君 能够有权力有权柄 来control 来incharge这个国家的这些事情 更何况 当我们今天 我们有一个direct access 我们有一个直接的桥梁 我们可以借着祷告 跟万君之耶和华 我们的神来祷告 你觉得 她的能力 她的一切 她的作为 会不会更大过于 我们能够所想象的 天父啊 就像二十篇 第九节这边 这边讲到 我们向你呼求的时候 我们向你呼求的时候 求王 你来应允我们 这就是我们的呼求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 因为我们 有这样子的一个确据 我们知道你是一个 听祷告的神 今天我们身为一个 祷告者 我们的身份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身份 我们也愿意 来到你的面前 带着一个期盼的心 带着一个渴慕的心 带着这样的一个确据 知道你必定会 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也知道 当我们在这个 在世的时候 我们要活出一个 尊主为大的一个生命 有别人会靠着 不同的东西 靠着跟着这个世界的 popularity来走 跟这个世界上的意见 来走 但是今天我们要抓住的 我们要抓紧的 就是我们的万君之 耶和华 你的名 天父求你来帮助我们 我们不惧怕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确据 我们凭着祷告 为着我们的教会 为着我们的牧者 来祷告 天父这个时候 我也为着 我也知道 有很多的弟兄姐妹 可能是不是我们 福变中国教会的弟兄姐妹 他们也可能是 在别的地方 因为不同的原因 能够在网路上 来参加这个聚会 我为着这些弟兄姐妹 来祷告 弟兄姐妹 愿意你也特别注意到 你的home church 你自己locally的church 愿意你的祷告 你的时间 你的服饰 甚至你的奉献 也继续在你的教会里面 为他们来摆上 我们谢谢你 你给我们所有的一切 我们知道我们的教会 我们的牧者 是何等何等 需要弟兄姐妹 为他们的祷告 我们谢谢你 我们将祷告 奉主的名求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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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